原子少年成人小孩 因卷入性侵未成年网红事件 于12日透过律师再发出新五点声明准备提告 同时宣布资源退团 退团消息一出后 让不少少年们以及工作人员 甚至曾担任节目导师的昆达 都在事后与社群媒体晒出全黑图 虽然没有附上任何字句 仍然感受到大家低落的情绪 然而天王星团圆蔡成佑 跟在社群平台贴文 文中复上六个藏有意义的表情符号 首先是手臂5 代表着天王星的5个人 接着皮肤有黑的婴儿符号 舌头的符号 橘子 羌羊 以及五味熊 分别代表着蔡成佑自己 团圆小孩 吴玉婷 高虚威 以及拥有嘻哈五味熊封号的高友香 虽然没打算任何文字 但这些符号也让粉丝明白 天王星彼此间的感情 也让不少粉丝看到后感到相当不舍与心疼